觀眾朋友 你要看你自己的命盤上面的戀情 我們要看到流年地之城的位置 地之城上面會顯示出不一樣的意象跟狀態這樣子 好 來 我們先來看一下第三名 地之城上面如果是破均這個星 地之城是命盤上面左邊上面下來數來第二格 對 位置在那邊 上面是破均 破均的意象就是 在任何事情的時候都容易有突破 所以如果你地之城上面有破均 就容易有一些新的機會產生 這時候這個機運很容易是來自於你本來就認識的人 或身邊比較契合的對象 會在第一層2024年年底的時候出現這樣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名 來 第二名是舞曲的這顆星象 你有啦 真的 韋韋的部分就是舞曲 我要特別講到 韋韋上面顯示在下半年年底的時候是有機會的 所以舞曲的這顆星象在流年的位置 很容易產生的意象就是 遇到一個比較因為工作 因為機會 因為變動而產生的一個對象 所以只要上面顯示舞曲機率就高 所以我才說韋韋要特別把握年底 到農曆12月的時候的機會 所以在幾間會發生這樣子 OK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名 來 2024年年底最容易有 桃花運勢的是七薩這顆星象 那它是命拱 那今天是地之城的位置 所以地之城上面的七薩就叫多桃花 我們剛剛講七薩叫七情六欲 所以七的概念其實叫做多刺激 多變動 所以如果你的地之城上面寫的是七薩 就代表你很容易在2020年下半年 得到一個新的機會或新的對象 到你的生命當中 所以給觀眾朋友做參考 來 講到姊妹濤 彼此自己的事情急在心裡 都要關心別人 對 你這樣我給你介紹一下 不用 我渣男絕緣婷 說薇薇 易軒也試圖幫你牽過紅線是不是 對啊 結果咧 妳覺得她品味怎麼樣 她剛剛不是說都不出去嗎 我有去啊 她後來真的有去 但我 她第一次來我嚇到 就發生什麼事 我就是像我平常這樣子 才不是這樣子咧 我就是我平常的頭髮可能夾兩個夾子 然後我也沒有幾乎沒有化妝 很舒 然後可能就是平常穿著的牛仔褲 比這樣還平常啊 平常翻了 比這樣還平常很難走耶 就可能只有這樣子 這樣 這樣 然後這樣 這樣 對 然後也沒有妝也沒有綁著格漿 可是我的想法是 我都已經幾歲了 那我不讓你看到真的我 就是我不想要 就我弄了 連睡覺都不敢卸妝了 對 然後我下一次妳見到說 妳怎麼 所以我就想說妳就是看到 我就是這樣子 也對喔 直接一點 免得說還要假半天 妳好 因為我沒有化妝啊 怎麼認識扯了半天半年之後 忽然卸妝被看見 她就 不行 因為她那樣子 我 哪樣 我覺得 不用over打扮 但是妳要試那個場合嘛 就比如說我們可能 就是唱歌 有什麼 沒有 還有一次是飯店的啦 就是那種餐飯店的餐廳 大餐廳的那種 妳好歹也要讓自己不要 就是沒那麼 就要有點精神嘛 跟血色 妳去大飯店餐廳 妳這樣都有點太誇張了 我覺得我有精神 沒有 飯店我沒有穿到牛仔褲 但是只是沒有化妝啦 臉塑到一個很白的 為什麼一定要化妝 然後後來那個 我就不 就跟她說妳再這樣下去不行 對 那後來就跟我講說 我這次要去唱歌 妳就是叫我去她幫我化妝 因為我就不太會化妝 她就幫我化妝 然後就穿她的 穿了跟她一樣 就跟她一樣 化比較濃 然後穿她的衣服 就是那種黑色 有點這樣露肩這樣子 我真的被打槍耶 她要介紹給我的人 打槍我耶 因為說她想要找 比較乖的女生 我看起來很像夜店卡 然後我就說 怎麼可能 妳看起來還是很素 很簡單 沒有 她就幫我化了 化成跟她這樣 沒有那麼重 而且她其實也是穿得簡簡單單 而且那一天是因為 剛好有我的朋友說 會帶一個新的男生來 我覺得 年紀可能相仿 我覺得 就可以來認識認識嘛 然後後來是真的 看他們前面都有聊 就跟那個男生有聊 好像還OK的那種感覺 然後後來我就問說 最後結束我就問她說 有沒有留什麼電話啊 沒有 她說都沒有 然後我就去另一邊去探 就是What happened這樣子 為什麼後來 我看他們聊得還不錯 怎麼都沒有留薇薇的 流氣方式幹嘛 然後後來那個朋友 再去探她那個朋友 才講的這一段 所以她覺得 誤會了啦 再約一次啦 那都是我 都是我幫她畫的 我有講啊 但那個她的朋友 就覺得沒關係 她就覺得我是夜店卡 我是不去夜店的耶 居然被 那之後 她就沒有再逼過我化妝 對 就算了啦 她覺得緣分 她覺得就緣分 妳開心就好 所以緯緯就是走隨緣路線 對啦 對 那緯緯也會幫妳介紹說 她幫妳介紹的男生 踩到妳的底線 這個很重的底線 這樣 等一下 因為對方有點年紀 真的家境很不錯 然後我自己覺得長得是 算是有品味型的 就是整個人是有品味的 那我有問她 年紀有點大OK嗎 她自己說可以 多大 大幾歲 我後來去才發現 差不多大十五吧 可是她自己說我沒差 我年紀大了都可以 因為可能就是什麼 大個五歲八歲 那我覺得還OK 然後就去 八歲她也可以 對啊對啊我就十歲內 結果大到十五 來的時候大概都五十多了吧 不是 六十 結果 這個是妳的底線 可是不是這個底線 六十已經跟我一樣年紀了 這個 我根本看不出來 妳根本看不出來 妳跟她比真的 她不能跟你比 可是她的底線 不是因為年紀 她的底線是因為 那個人 去吃飯 因為她很愛吃 那個人只叫了兩道 還三道菜 她吃不飽 所以她就 踩到她的底線 她就寫訊息跟我說 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結束之後 我就跟你約 我們就吃麻辣鍋 什麼什麼 我說為什麼 妳不是在吃飯嗎 就那個人 我很火大 那阿伯才點兩道菜 三道啦 三道 因為那是個餐酒館 餐酒館 那種小份小份的 意識的東西 然後是一起吃 不是什麼你一套我一套 不是這種東西 對 是合吃的 三樣 等一下 不要撇除這三樣 那妳覺得她 跟你談吐啦 什麼 談吐OK 狀態也OK 沒有篤林哥好 但是還過得去 對 但是 那時候她們就是說什麼 還有一個 我就不OK 她會自誇 就自己誇自己做什麼行業 然後很多有錢 住在哪 然後幾輛車 在哪個國外有別墅 什麼這一類的 我就會 就不行啦 對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這麼有錢 這麼多菜 三道菜 對 然後 那時候真的很生氣 吃完那頓飯 就花了可能兩個多小時 吃完那頓飯 我就說 我們講講話 對 我一直罵 我只有兩分飽 然後 我就很生氣 她平常點菜真的很恐怖 但是這樣的菜 真的吃不飽 任何人都不會吃飽 最重要的是因為 她連點菜的時候 她都沒有問我 就比如說她跟服務生講 這個可以 那個可以 然後她就說 這樣夠了吧 然後我心裡想說 當然不夠嗎 但我又不可能說什麼 我說好 那就先這樣吧 這樣子 那頓飯我就說 只吃兩個鐘頭 後面我就說我有事 對 然後我就立刻叫她 給我收工的時候 去麻辣鍋撿 對 吃麻辣鍋 然後我就邊吃麻辣鍋 他 包含 神卷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密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